BELL索! 講ロマ熙阿別克賣的最好的 spare还是安可唯 那台車聰一推出就紅到現在 其實它紅的還是有原因 因為那時我們能選擇的盒子品牌 , soit CRP 图观CRB图观 新出的车都针对着图观去做竞标的 能选的范围就非常的狭窄了 然后你图观现在看到一台设计挺体面 然后内饰氛围也做得挺舒服的车出现 你关注它话说去买它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那现在为什么Uncleway的销量还能那么好看呢 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肯定是价格 因为这一台车已经优惠的非常厉害 大家觉得这个价格入手的话非常棒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因为现在整个Uncleway家族多了 两款车型加入 只有一个是Uncleway S 一个是Uncleway Plus 所以整个数字是好看的 但别克如果想在Uncleway这个车型里面再往上走的话呢 他还推了一个车型叫做Uncle7 那台是我当时去试驾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车型挺好的 是一个三排座的车型 整个车体也做得挺大 车内的空间也做得挺棒的 为什么会没有人去看它呢 我就觉得整件事情是挺怪的 明白吗 就还有很多人会可能在打破头去抢那个汉兰达 我觉得汉兰达还挺好 确实阿兰达保值率很好 买那个车我觉得也是不错 但是大家都在抢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闷 还不如换点新鲜的东西 那还有现在还是很少人去选择昂科齐 所以别克又调整了他们的策略 推出新款的昂科齐 其实这一个昂科齐呢 不是说什么小改款 去调整它的外观配置什么的 主要是调整配置跟价格区间 所以你看得到可选的配置现在收窄了 主要就集中在30到36万这个区间 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昂科齐的这个Albania的车型呢 它的价格调降了2万块钱 所以今天我就故意借了这台Albania 看一下现在昂科齐整个吸引力 能做到什么水准 其实汉兰达这一台车卖得好也有原因 因为那个车我觉得内饰氛围也做得很居家 用着那个空间又很舒服 所以多人去买它 考虑它我觉得是正常的 如果我是真的想买这些SUV的话呢 我真的不会等 因为要等到明年 我为了一台车等到明年了 多可怕 已经有大半年时间就买不到那个我想用的车 我觉得还不如错位思考一下看看有哪些备选 所以我觉得昂科齐其实它的策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只不过大家好像觉得可能美系车在做这些车内空间 在前座氛围这个份上好像不是他们上下去 但这一台昂科齐不一样 他知道这也要干嘛 就是对着汉兰达去做 所以车内内氛围一定要做得足够舒服 而且车内的储物空间一定要做得足够的居家 如果不好用的话 那就肯定是垮掉了 所以你会看到它挖了很多心思在这个车厢里面 比方说后排那门板我自己是最喜欢的 因为那门板上面有一个杯架 然后有一个储物格 就你自然挖上去的时候觉得舒服 然后那个储物格用得又非常的顺手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第一步了 而且这一台车你要知道 它其实整个重心都是摆在第二排 你会在第二排看到什么 第二排会跟第一排是同等待遇 一般这一种SUV呢 都是前排做得比较舒服 后排哪怕是两张独立的座椅也就那样 因为它不是MPV 也不是那种豪华的行政轿车 所以第二排的待遇自然没那么高 但这台车不一样 这台Alvenia的车型前排有什么 两张座椅啊 它都是通风加热的 这算是比较体面了 但是后排那个呢更过分 后面通风加热加按摩 前排是没有按摩的 而且它还是电条座椅有自动空调的 所以后排坐起来那待遇就不一样 更夸张什么后排那座椅会比这个舒服 一般不会出现这种事情 所以这个车呢真的是很关照后排的 然后第三排的话呢 我觉得一般这种SUV都是当成大五座SUV去用 所以第三排的空间能坐进去就OK 一般情况下很难打开 而且Alvenia的车呢 我之前也有试过啊 就是里面是换成深色内饰的时候 我觉得 好像跟我以前认识的Alvenia不太一样 就觉得太闷了 反倒是这个象牙不开 我觉得超舒服 如果我自己要买昂科齐的话 我一定会买Alvenia 因为现在呢 昂科齐入门跟Alvenia的价差已经非常小了 你买到Alvenia有一个区别对待的服务 还有这一套白内饰 自己又不用后期去改 不用那么麻烦 对吧 一步到位了 所以 我觉得Alvenia还是有吸引点的 特别是这一次改款以后 还有一个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别克做Alvenia的车型呢 它会尽量把前后排的大鱼 去做的一四头一样的 你看到G18 去到第三盘列座也都做的那么的独立 对吧 所以 其实Alvenia的车型也有它做的比较体贴的一面了 整一个空间的布局化说 配置上面的利用呢 它算是做的比较平均的啦 如果你是真的把它当作是一台家用的7座SUV来说呢 你家庭的成员就会受到一个比较平等的对待 大家想要的那些舒适性配置呢 基本上它都会给你配齐了 别克呢 还趁着这一次Uncle 7的配置调整 然后给它换上了一个新的动力总体 就加了一个408V电机 从表面上来看呢 它的马力是没有变化 因为408V电机也帮不了什么 但是它真正有帮助的地方就比方说 发动机起停的时候 画出起步的那一刹那 它会有个比较顺畅的衔接 会让你觉得这个起停还是能用的 然后起步那一下会爽快一点点 仅此而已 它表现在账面上的加速的数据啊什么的 其实那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在舒适性上面有提升 所以2.0T 9AT再配这个408V电机 我觉得是OK的 但如果你的排量过小的话呢 那个408V的电机出来的效果呢 就没有排量大的那么好了 其实这台车的动力我觉得还挺好的 就是整个加速化 或者说后径的话呢 还挺干爽的 我觉得挺好开的 但这台车毕竟车体太大了 还是一台家用车就不要说怎么操控了 反正长途开甲或者说坐起来的话呢 前后排还挺舒服的 第三排的状态呢 那就是一个能坐进去的状态 反正第三排都不常用 这台车当做是大四座的车去用的话呢 我觉得会更加的舒服 还有一个就是这台车 其实ANC的主动降噪也好 Boss影响也好 这一些舒适性的娱乐装备 我觉得作为一台家用 可能说是有二台的家庭来说呢 会用的比较舒服 其实汉兰达也好 昂格奇也好 都是一台普通的七座家用SUV 你要说求着它去越野什么话 说它操控的多棒 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 真的 反倒是这一类的车型呢 它只要长途巡航 能把整个隔音做好 动力的匹配 能负载一个比较大的行李的话呢 我觉得已经是OK了 其实到现在 我觉得汉兰达跟昂格奇呢 你在考虑的时候 可能会考虑比较多的 就是汉兰达的保持率又比较好 然后汉兰达的口碑又比较好 汉兰达的车内空间又做的比较好 对吧 就很多东西都感觉都挺好的 就有一个不好的就是要等 所以如果你觉得我真的需要一台家用车 但你觉得可以尝试一些比较新的东西 就比方说当年我们可能只能选CRV 只能选图官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都要抢 但如果它突然间出现像一个昂格奇样的车型的时候 你敢去尝试的话 我觉得这个车不会输 一旦你是真的决定要买一台昂格奇的话 而Venia我觉得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因为它目前因为销量真的不怎么样 它现在决定放一点价格 放点配置给你 去买这台车形成一个销量的口碑 这样一个状态的话 我觉得这个车还是对我们自己来说是有利可图的